华为王者归来 5G手机上市打脸美国 华为这波杀疯了 摇摇领先 说8月29号 华为带着它的王榨产品 全新Mate60 Pro闪现 直接狠狠地打脸美国 让老美在芯片上对话封锁计划落空 这个低调上市 却引起轩然大波的Mate60 Pro 到底有哪些厉害之处呢 那就是一个字 牛 华为Mate60 Pro采用自研麒麟9000S芯片 5G的网速 大陆厂商代工制造 可以说是从里到外 完完整整的中国制造 要知道 三年前 老美为了保住苹果手机 在高端手机领域的地位 宣布停止向华为提供5G芯片 不仅自己不提供 还要求任何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的厂商 都不允许为华为代工制造5G芯片 这样无理的霸权行为 美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总是想尽办法卡住我们的脖子 华为也因此一度陷入低谷 手机销量直线下滑 在过去的这几年里 华为只能卖4G手机 然而在老美沾沾自喜的时候 认输反而与中国产业链上下有通力协作 从技术设备等多方面 大力推进国产化进程 为打破美国政客 以心制华的小算盘 表面风平浪静的华为 背地里一直在低调的 做着惊涛骇浪的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华为杀出了一条血路 带着麒麟芯片真的王者归来了 这次Mate60 Pro的惊人问世 直接让老美的制华梦原地破灭 面对总想制裁我们的老美 华为这波操作 可以说是直接贴脸开的 就是往美国脸上踹 华为Mate60 Pro突袭开卖 没有一点宣传 为何还能轰动市场呢 华为这一次的未发现卖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明 营销的是手机 但是表达的却是品牌 那么 没有一丁点宣传的声音 直接突袭开卖 又是怎么做到轰动市场的呢 首先 华为这波高明在实际的选择上 8月29号当天 正赶上美国商务部长来访中国 并和中国官方 就芯片供应链等问题进行了会谈 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 华为直接突袭开售Mate60 Pro 无一不再传达强烈的信号 老美 你想通过芯片掐我们脖子 不可能 瞧瞧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全国产中国新5G手机 其次 华为不仅仅赢在情感 更是一种品牌魄力 发布当天 华为官方致用户的一封信 宣称 华为Mate系列 手机累计发货达到1亿台 要感谢用户的支持和信任 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先锋的销售行为 加上 老美访华的背景 一下子将品牌推到了 这时候的华为是民族品牌的象征 是中国制造的象征 让国人不由自主的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 同时 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的实力 不仅如此 这样品牌颠覆的策略 也是对市场的一次栖息 要知道 苹果发布会尽在咫尺 华为打破常规 不按套路出牌 一个突然袭击先发之人 直击用户大脑 让用户感到兴奋和惊喜 Mate60 Pro直接被一抢而空 没有一点广告费就炸翻手机市场 华为这波操作 不仅让OPPO的发布会暗染失色 更是直接给后面的苹果发布会 众种一击 无论苹果搞出什么花样 在用户心中以及市场上 华为已经先入为主营麻了 华为Mate60 Pro没5G标识 它真的是全国产的5G手机吗 华为Mate60 Pro机身和参数 都没有任何5G标识 华为官网 也没有对这款手机的芯片 进行细节介绍 插入5G手机卡后 手机信号栏中 也不会显示具体的网络格式 但是 通过移动网络测试 可以发现Mate60 Pro的网速 基本都能保持在 500兆比特每秒之上 最高甚至可以达到 845兆比特每秒 这的确是5G该有的网速 是4G网络远远不能达到的 另外 也有人测评说 Mate60 Pro芯片的实际上手体验 并不比美国高通公司的 骁龙更二体验差 甚至打起王者荣耀之类的 特定武器来 体验还更顺畅 也就是说 咱的华为Mate60 Pro 不仅有5G速度 甚至还有超5G的体验感 因此可以说 华为Mate60 Pro的闪现 也正式打抢了 华为5G回归的第一强 这些年来 华为坑于无法使用 5G技术的难关之中 而Mate60 Pro代表了 中国技术能力的新高点 它的出现 就是一个强者回归的信号 可是 Mate60系列不仅承担着 华为手机 是否回归5G市场的疑问 还担着回归 中国智能机市场 Top5的重任 要知道 这些年被美国卡脖子的 华为手机销量狂跌 吃了不少苦 如今终于有机会回到巅峰 同时在与苹果的 高端手机市场竞争中 Mate60系列 也将成为唯一能够 抗衡苹果的国产手机 有速度 有质量 有民族责任 这样的手机 谁不爱呢 我是X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